同学们好 今天咱们来介绍现象态数 这个学科对于任何理工科同学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基本上什么样的理工科专业都是需要这一门技术课的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跟大家介绍 那在具体介绍现象态数的内容之前呢 咱们先要画一点篇幅 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一些引入的内容 主要是一些关于数域的知识 Field这个词 在数学在代数的场合翻译成叫做数域是吧 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咱们本课的重点 然后如果说大家以后去学习所谓抽象代数的话 那你会花篇幅去研究数域的性质 为什么在本课一开头就要跟大家提到数域呢 是因为咱们本课当中代数 你就涉及到跟数打交道 你跟什么样的数打交道呢 那实际上在本课当中 咱们就可以说是跟数域当中的数打交道 那咱们在本课当中最常用的两种数集 叫做什么呢 实数集 然后还有负数集 那这两个数集呢 实际上都是数域 对吧 那简单来说就是在这个集合上面 它都定义了两种运算 并且满足一系列的性质 这个是咱们往后推讨各种内容的基础 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咱们要跟大家介绍数域 是因为咱们在本课当中跟这些数打交道 跟数域当中的数打交道 所以咱们得了解一下说 咱们跟他打交道的这些数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是吧 然后另外很重要的一方面 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数域呢 就是咱们本课当中你可以说很大的篇幅 是在研究所谓的向量 但是这个研究向量的话 你就要谈说这个向量 它是建立在什么数域之上 或者说向量 你如果把它看成是 有多个组分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数组的话 那每一个数组当中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元素呢 每一个数组当中这个数 实际上咱们都希望它是数域当中的数 所以咱们得先理解一下数域 否则没有办法理解向量 对吧 因为简单来说向量就是把数域当中的若干个元素 给它拼起来写在一起 大概这个意思 好的 那咱们就先来跟大家介绍数域 那咱们从数集说起 最常见的数集像这个natural numbers 也就是自然数集 对吧 在国外一般就把自然数跟正整数相等同了 所以我在这里面也是这么写的 说natural numbers 它这个数集就是一二三 意思累推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在这个自然数集上面 咱们可以定义什么样的运算呢 那比方说有最简单的加法的运算 对吧 那咱们先只考虑这么一种加法的运算 那咱们就会发现说 natural numbers 自然数它对于加法 是具有封闭性的 怎么讲呢 就是两个自然数进行相加 还是得到一个自然数 对吧 它不会超出这个圈 那接下来咱们就在想 说加法 OK了 那能不能够定义一个加法的运运算 就是所谓的减法呢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发现说 如果你在自然数上定义减法的话 有可能就不满足封闭性了 你比方说一减二 它就得到的不是一个自然数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把数系进行扩充 那扩充一步的话 得到的叫做这个叫做integers 也就是整数 那整数就是0正负1正负2 依次类推 所有这样的东西 对吧 用字母z进行表示 所以咱们就发现说 对于加法来说 z是具有封闭性的 是吧 对于减法来说 它也是具有封闭性 但是减法 你其实可以把它看成是加法的运运算 而且就是你去减去一个数 是不是就相当于加上这个数的相反数吗 对吧 相反数 所以所谓的 z对于减法满足封闭性 一定程度上 你也可以说成是 z在z当中任意的元素都存在相反数 是吧 你看在自然数当中 就不是所有的元素都存在相反数 但是在z当中 是所有的元素都存在相反数 那么这个呢 就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代数结构 algebraic structure 是吧 那大家以后学习抽象代数的话 你还会跟各种各样的代数结构打交道 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基本的代数结构呢 叫做群group 所以咱们把这个东西定义一下 说一个集合 咱们管它叫做g 如果说它上面定义了一个binary operation 定义了一个二元运算 什么叫二元运算 二元运算就是说咱们在这个集合当中出两个元素 然后对这两个元素进行咱们这操作 然后完了之后得到一个元素 对吧 你就可以说咱们这个操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呢 你可以说是g乘g 然后到哪里到g 对吧 大概来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吸纳了两个g当中的元素 然后经过了这个运算之后得到了g当中的一个元素 那咱们比方说管这个操作叫做什么呢 叫做点这个操作 可以吧 再说一遍 集合g上面定义了一种二元运算 叫做点这个运算 如果说这个运算满足如下四条性质的话 咱们就称这个集合呢 当然是连同它上面所定义的这个操作 对吧 咱们就管它叫做一个群 哪几条性质呢 非常浅浅的性质 第一条叫做closure 也就是封闭性 任意的ab属于g a.b还是属于g 对吧 然后第二条叫做associativity 也就是结合率 任意的abc属于g a.b.c等于a.b再点c 很好理解 然后第三条叫做存在identity element 存在一个不变量 存在e属于g e是咱们给这个不变量所起的代号 对吧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g是一个抽象的集合 所以g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元素 咱们管它叫做e 它就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任意的g当中选取的a元素 a.e等于e.a都等于a 这样的情况 是吧 所以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e跟集合当中的任何元素 进行操作都不改变那个元素的值 那这个就叫做 点这个操作的不变量 你可以说 然后第四条叫做inverse element 任意的a属于g 存在一个咱们将其写成是a负1这种形式的元素 它属于g 以使得什么呢 以使得a.a负1等于a负1.a等于e 就得到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不变量 是吧 那咱们再把上面这个东西说一遍 说集合g上面定义了一种二元运算 如果满足如下性质的话 就称它为一个群 满足什么性质呢 满足封闭性 也就是说 两个任意的元素 进行完了运算之后 还是落在集合之内 对吧 满足结合率 也就是a.b.c等于a.b再点c这样 然后满足说这个集合当中存在一个乘法的不变量 存在一个点这个操作的不变量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元素跟任何的其他的元素 作用在一起都不改变那个元素的值 然后还有第四条 就是每一个元素都是存在什么东西 都是存在一个它的逆元素 对吧 只我随便给大家一个集合当中的元素 都能够找到它的另外一个逆元素 让以使得把它们两个进行这个操作 完了之后 就是能够得到咱们这不变量了 所以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z上面 如果定义了加法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能够构成一个群的 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那两个数相两个整数相加 还是不是得整数 还是满足封闭性 对吧 整数的加法 能满足结合率 满足OK 然后有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整数 以使得你把任何的整数 跟它加在一起 都不改变原本那个整数的值 有啊 这不是零吗 对吧 所以在咱们这个问题当中 自己对于加法来说 这个东西 这个集合当中 咱们要去定义这个群的性质的话 其实那个identity element就应该是零 对吧 然后任意的元素存不存在 另外一个 存不存在集合当中 能够找到一个元素 以使得把这两个东西一加 能够得到不变量 也就是能够得到零 那换句话说 就相当于是相反数嘛 对于任意的整数来说 是不是都是存在相反数 也是整数 是 对吧 所以咱们就证明了 说z 以及加法 就能够构成一个群 然后它其中的这不变量 就是零 然后逆元就是得相反数 这么着的一个情况 好的 那咱们再来看个例子 你比方说z上面定义了乘法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群 大家简单思考一下 那乘法 两个整数相乘 还是不是 还是 整数的相乘 满不满足 结合率 满足 对吧 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整数 以使得你把这个整数 跟其他整数 乘在一起 都不改变这个整数的值 存在啊 这回变成了1了 对吧 这回是1 然后存不存在一个这样的逆源 也就是说 对于任意的一个整数 是不是都存在一个整数 以使得你把这两个整数 相乘能够得1 这就不是 对吧 首先0就不是 因为没有零分之一这种东西 所以0乘以任何的 0乘以任何东西 都是不可能得1的 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哪怕是一般的一个整数 你比方说2 2 它在整数范围内 有倒数吗 没有 对吧 那咱们想要找这个成法的逆源 相当于要找1分之1 但是1分之1不是整数 也就是说 Z 上面定义了成法 这个东西并不能够构成一个群 对吧 好的 那么 也就是像咱们所说的 他不满足 刚才所说的第四条 1等于1 但是除了正负1之外 就没有inverse elements 对吧 也就是说 整数当中只有正负1 是在整数当中有内缘 但是其他的都没有 然后你再比方说 像刚才的这个N 正整数上面定义了加法 它是一个群吗 它就不是 对吧 那你 就可以用第三条来说明 它现在没有一个 attentity element 也就是说 正整数当中 你找不到一个正整数 以使得你把它加在 其他的正整数身上 都不改变 那个数的值 对吧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 N上面定义了加法 就不是一个群 好的 那么 大家看到这个运算率 这里面说到了一条 叫做associativity 也就是结合率 是吧 那大家可能会想到 另外一条运算率 叫做什么率 叫做交换率 对吧 交换率 在群的定义当中 它是并没有要求 交换率的 但是如果说 咱们把交换率 给它加上的话 也就如果我们发现 这个运算呢 它同时还是满足 交换率的话 它就是一个 更厉害的群了 对吧 咱们管这个叫做 可交换群 或者叫做阿贝尔群 所以 如果说 这个集合 如果说 一个群G 群G的意思就是说 它已经满足 如上四条性质了 对吧 然后这个群 它如果说 还满足 commutativity 也就是还满足 交换率的话 A.B等于B.A 任意A属于B 任意A.B属于G 那么咱们就管这个群 叫做一个 commutative group 一个交换群 或者叫做 Abelian group 这个词用的可能更多一些 叫做 阿贝尔群 是吧 所以就是这么着的一个情况 再说一遍 如果满足以上四条性质 咱们管这个集合 叫做一个群 如果同时还满足 交换率的话 咱们就管它叫做 Abel群 所以像咱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Z上面定义了加法 它同时还是一个 Abel群 好的 然后 那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发现说 Z对于乘法 它并不是一个群 是因为没有 倒数 对吧 那如果说 咱们再把这些倒数 都给它加上去的话 是不是就差不多 能够形成一个群了呢 那这个时候 咱们实际上是会形成 Rational Numbers 也就是形成有理数级 对吧 所以把整数级 再进行扩充的话 得到有理数级 有理数的定义 就可以定义成这样 用字母Q表示 MB上N M和N都是整数 然后分母上的N 不能得0 这样的情况 然后当然了 有理数 它对于加法来说 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吧 有理数对于加法 就是一个Abel群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说明 咱们就不都说了 然后还有什么呢 有理数当中 如果把0排掉的话 然后再去考虑成法 它就也是一个Abel群 那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这里面 要把0排掉 因为0 无论如何 都是没有倒数的 对吧 那如果把它排掉之后 非0的有理数 是不是 就是一定是M N分之M M和N都不得0 这样的情况 对吧 那么它就是存在倒数的 它的倒数就是M分之N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Abel群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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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